大家好我是千鳥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愛隆紀元一端審判 上一集我們打贏魔王 露了一個步兵的資料庫 所以我們先把步兵看一下 步兵 我曾與安提凡的鬥士和費洛登的灰戰士、霧戰士的刺猴對峙過 撇除稱號和策略的話 他們就只是希望看見敵人死亡的人而已 為此必須保持一隻手能夠自由活動 鬥士比起 欸 這個執意為主要的笨重 英、日文版都這樣寫 愛隆的維基也沒有這個條目 我猜這是專指一種武器或是比較笨重的武器 如果有人知道的話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得攻擊力更喜歡輕薄的圓盾 灰戰士必須一手指揮戰拳 為了利用戰拳所製造的機會必須使用重量輕的武器 勿戰士則過於依賴隱密性和速度 無法使用大盾 跟這種敵人交正時 不需要注意對手的速度 對手的手腳應該會很激烈的移動 無視他們 該觀察的是腰和肩膀 首先看到對手的同伴和環境有哪些地方對他有利 沒有經過足夠訓練能夠對應的情況下 不要讓對手有機會使用 如果能夠壓制對方的武器就打倒他 對手沒有盾牌 不要問我鬥士不是有盾嗎 我也無法理解這是怎樣 大概是美國隊長的感覺吧 單手原盾 也不用擔心有第二把刀 如果被迫戰鬥的話 單手武器必須決定自己要像 用單手武器必須決定自己要像鬥士還是騎士那樣戰鬥 前者的話 因為沒有保護自己身體的盾牌和帶入戰鬥區域的第二把武器 加一腳退後 減少自己中心的目標範圍 集中精神在快速攻擊上 如果無法取得優勢就乖乖退後 選擇後者的話 活用玩甲和前臂當作盾牌 努力將對手的武器繳下 我的昨晚就有幾個因為嘗試這麼做所受的傷 但對手受的傷更加嚴重 當然希望不會遇到失去盾牌的狀況 但是戰場是沒有辦法寄往有完美條件的地方 結入自騎士士官學校的必讀書 賤的達人馬薩旭德揪米爾的著作 賤的使用方式和相關考察 我想步兵應該就是標準像卡山德拉那種盾戰式的樣子吧 這裡還有個什麼東西 啊在這 患者的記錄 患者的記錄 沒什麼希望 但生存者斷記前 希望能讓比我優秀的人接續治療 為了避免萬一留下這個記錄 第一天 冷又濕的皮膚 淺淺的呼吸 過快的脈搏 沒有反應 瞳孔放大 有魔法師說 在患者的印記上 感受到未知的魔法 真希望 為了避免意外 能夠安排一個聖殿騎士 所以這患者就是我 看起來應該是沒有了 看起來應該是沒有了 那就是前進吧 我記得卡山德拉找我 這間也沒有 我的機會還在變高了 我的機會還能變高了 我會不會有個禮物 我會不會有個禮物 祝你祝福 祝你祝福 好喔謝謝 安卓斯特的戰犬 诶,这是一首歌 如果哪一天在酒馆里面听到的话 再放给大家听 我就不念了 有兴趣的人自己看歌词 来跟他说说话 这我知道 可是我想先把地图看一看 再去找卡山德拉 这里有好多木头夹着 是什么啊 感觉好像还没有组装完成 射达斯的工程兵器 在射达斯和第三次瘟疫的时候使用的原始道具一样 工程兵器已经被使用了好几个世纪 然而因为他的使用条件 在战争的道具中占有特别的地位 军队若要建造同时机或弩炮 需要拥有能够准备建造必要的材料 和聘请军事专家的资金和从事能力 历史上符合这种条件的军队多半没有办法好好利用战况 例如第三次瘟疫的途中 阿丽桑和蒙喜马德 我真的查不到这两个人 这两个是人民国家还是地区 只查到两个叫这个名字的相关合约 为了让阿丽常常燃烧的石头育而建造 但花的费用与给对方造成的有限的伤害却不成正比 最后将阿丽赶回去的不是工程兵器而是灰袍守护者 泰文特军同样在攻入自由联邦的时候 和防御黑暗时代的友德军攻击的时候 拥有建造工程兵器所需的物资和人力 可是大帝国并不建造 而将重点放在贤者门的力量上 他们比起工程兵器力量较弱 另变能力较好 能够在战况改变时更容易撤退 结果刚刚的时代与库纳利的战斗中 将军们注意到他们残念的已经被巨大的牛人绕到后方了 就像大多数的军事专家认为的一样 库纳利的黑色火药并不是魔法 只是让他们的大炮比任何投石机都有效果的最新炼金术而已 我觉得接起来怪怪的 就算是这样人有希望 最后的瘟疫之后经过几个世纪 今天魔法师们安全的被困在不外伤害到任何人的法环里 费洛登和欧拉斯的专家又再一次将优秀的头脑用在学问上 在人类的精神自由的生存 在人类的精神自由的生存的地方 我们不需要魔法 我们献出我们的资源和智慧的话 赢过在战场上残忍的库纳利族就是一件简单的事 截入自隆的时代9、29年 第五次瘟疫开始前的著作 宽、甲犀牛和钢、瘟疫后的色达斯 发生了军事冲突 噢 那个就是裂口 所以裂口还没有消失 那么高的天上不知道我要怎么去把它封起来 这个地方真的跟 那个资料里面说的一样还蛮漂亮的 封锁命令 就像已经知道的 因为上周发生的恐怖事故 山上的道路纳多不太稳定 现在有崩落的危险 不希望再因为寻找失去的教团人的宝物而丧失同伴 完全封闭往山上的路吧 聖殿骑士已经将洞窟调查完毕 有价值的东西也都回收了 将剩下的安卓斯特的弟子们的遗体 埋到土里 将他们遗忘 完成后 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 这里是真理教会 和神圣的尤斯蒂尼亚武士剩下 使之复活了全新的海文 博士特的封锁 博士特的封锁 想書 要帮我 我交了 热 羽 我 這應該就是封鎖命令封起來的路吧 然後這些人就是投石器工程兵器的零件 應該是這樣 接過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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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者的記錄 第三天 激烈的扭動減少了 好幾次對刺激有反應 身體狀況看起來逐漸穩定 居民到目前為止 已經試圖殺害我的病患 而侵入教會兩次 明明就是擔任救命的工作 他們難道就只會說 將他處刑嗎 就告訴卡山德拉 他到黎明時應該就會醒了吧 看起來這些人都沒有話要說 還有什麼東西要拿嗎 看起來大家都不再覺得我是壞人了 看起來大家都不再覺得我是壞人了 唱歌的少女 高傲要求臣子們絕對的忠誠的國王 為了確保臣子們的忠誠 他在臣子們的心中中下恐懼 雖然恐懼是一個使他們被判或逃離控制的原因 但更重要的是害怕他的人都會討他歡心 貝德維爾使用一種叫做少女的心具 將恐懼植入自己的部下心中 這個少女是裝有可開的門 高度和深度有高大的男人這麼大的鐵棺材 內部裝有好幾隻能將被放進去的人刺穿的恐怖尖刺 這是鐵處女吧 這個世界也有啊 少女是貝德維爾的重要道具 在王座的房間堂堂正正的裝飾在那裡 裡面還放著慘叫的犧牲者 政治上的敵人 暗殺嫌疑人 背叛的大臣 少女就這樣吃了各種的人 但時間久了 貝德維爾對人們使用少女的理由越來越細微 變成像在國王的飯裡加太多顏的廚師 不小心將國王的劍掉在地上的雜物等等的人犧牲了 少女使國王落入黑暗深淵 她的人民都希望能從這種殘暴的國王手中解放 然後有一天 一名奇怪的女子乘著馬進入城市裡 身為遙遠國家的特使的她 自稱安波 是為了國家的指導者 聽到貝德維爾的智慧和權力 希望得到國王的見言而來 聽到自己受到海的另一邊相同地位人的尊敬 貝德維爾的驕傲的心獲得很大的滿足 便允許了安波的境界 兩人一起吃飯跳舞 安波在那期間不斷稱讚國王 搔手弄姿 然後在夜晚即將結束時 安波向貝德維爾提出想看看她全力的根源 惡名昭彰的少女 被誇得飄飄人的國王 驕傲地將空的拷問器具診視給安波看 但安波一邊看著少女 一邊擺出失望的樣子發出嘆息 完全不覺得恐怖 我還以為刺會再煎一點呢 聽到她的話 貝德維爾臉紅地回答 刺已經夠煎了 看看她緊緊貼在上面的血 但是雖然不小 安波說 難道犧牲者都是女性或小孩嗎 貝德維爾臉更紅了 這樣回答 怎麼可能 少女可是吃了許多高大的男人呀 對此 安波搖搖頭告訴國王 我不相信 沒有會害怕這種東西的戰士吧 因為像您這樣高大壯壽的人 不管怎麼看都進不去嘛 國王笑了笑 想到讓安波見識少女 有用的辦法 不就是讓你看看像我這樣的男人 有多簡單可以進去就好了嗎 然後她進入裝置中 但安波等待的正是這個瞬間 當貝德維爾將自己的身體 完全滑進棺材中的瞬間 安波將她用力關上 安波將放入了呼喊的貝德維爾的少女 拉至城堡中 城市上 遊街 盼望從國王的獨裁中解放的人們 在城中響起的歌聲中開心的跳舞 聽說舞蹈一直持續到貝德維爾斷氣 聲音中斷為止 九半鐘常常被訴說的故事 歌唱的少女 剩下 剛剛那個高低一點點了 這裡 這裡不能去 就只剩下這裡上去了 大概東西就都找完了 這裡還有一個寶箱 欸 新的資料戶 來看一下 維塔爾 經廣泛研究或親切提供給我們的庫納利著標本 我們得到了他們臉上和身體上畫的樣子 實際上不只是儀式用途 而是有實際益處的結論 當然我們已經知道他們畫的樣子 有某種程度上的文化意義 但是庫納利不會做沒有任何目的的事吧 他們將這個樣子叫做維塔爾 在他們的語言裡 這是讀的鎧甲的意思 說到為什麼要這樣教是因為 那個模樣帶有魔法的特性 能夠讓他們的皮膚在不影響柔軟性的情況下 變得像鐵一樣堅硬 大概是需要的時候變硬吧 而且根據我的分析結果 發現大部分的塗料都是有毒的 這樣寫他們自己的血嗎 作為塗料的其他成分混入 這麼做會讓毒性被中和 但是對沒有庫納利族生理技能的人 是沒有效果的 庫納利族以外的人 大多會立刻死亡吧 想到這個 我還希望能夠再配置一些實驗用的奴隸 實驗用的奴隸好部分喔 經過適當的處理 讓他的魔法性質活化 能夠獲得與莉莉姆的如你幾乎一樣的防禦效果 這位原理的細節和判斷是否能被我們所利用 有需要繼續進行研究 但是使用活的標本如何 自己為 sixty裡的 牽入自簍的時代九光三十二周年 顯著瓦拉斯的見習生 拿梅烈加納斯所寫的姓 这里还有一个人 跟他讲讲话看看 对啊都叫我去找卡産德拉 好拉好拉我去啦 反正东西都拿完了 这里应该 这里还有喔 这个看一下 记刊杂志 好色的熟女 爱读到舅舅的 真结受到怀疑的公共记刊杂志 诶 我真的看不懂这篇在写什么 不管是日文还是英文 欢迎知道人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我会把它放进说明里面补充 我在说明的地方附上英文原文 为了方便有兴趣的人可以去查字典 这边没有东西 在这里啦 这看完应该就可以去找卡産德拉 患者的记录 第二天脉搏呼吸都正常 还是没有反应 用点滴使用慎重调和的药 为了加快回复使用精灵草的萃取物 好几次激烈的流动 我相信这个人应该还是会跟我说去找卡三德拉 果然 不找卡三德拉什么事都不能做 那里应该就是刚刚 挡住我的地方 他们讲的那个人是指我吗 引界 对引界的研究历史几乎和人类历史一样悠久 从人类第一次做梦开始 我们有时看着中心部的都市 一边走在那扭曲的道路上 在那里我们思想很近 和我们的世界确实不同的地方 过去泰文特大帝国花费大量的金钱 利利姆还有人类的奴隶 试图将引界的领域制作成地图 但最后全是徒劳 引界的一部分属于强大的精灵所有 但引界全体是常常在流动的 到计划被强迫放弃前 大帝国发现了各种恶魔不断变化的领域 成功完成收入了数百种精灵的目录 做梦的人与引界的关系复杂 就算使用利利姆进入引界的人 也没有办法支配或影响引界 住在那的精灵是可以的 而且根据教会的教导 缺乏想象力和野心 这是精灵的弱点 精灵通过睡梦中的来访者 看到都市、人们和发生的事 就直接将它们做出来 那就像是镜子映出来的景象 结果那些东西都是内部缺少生命的东西 就算最强的恶魔 也只是品尝过人生之后 将人类最邪恶的感情和恐惧 利用在构筑自己的领域上而已 结入自首席魔导士 是约瑟夫的著作 静者化 这边我简单解释一下 静者化是透过仪式使人无法再做梦和施展法术 是用来惩罚法师的一种刑罚 被惩罚后的法师就会被称为静者 和关于引界在人类社会的角色 怎么还在说这个啊 来偷听一下他们到底讲了什么 太好了卡山德拉相信我 那我们这集 episode就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集 episode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